最新的台湾的这个旅游推广影片 以前我跟大家聊过台湾旅游推广影片 就实话跟大家讲就差评比较多 那但是这一次呢 就是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 那个台湾的观光局吧 听到了这个许多外国人的激情的吐槽 那所以有所改进 那这一次推出的影片 就是虽然也还是有差评 不可能没有差评啦 永远都有差评 但是我感觉总体而言 大家还是认为说有进步这样 多多少少有一点文青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文青就是台湾的感觉 你完全没有 我觉得就还蛮不台湾的 对 但是跟上一次 我跟大家吐槽的那支影片 已经差很多了 我跟大家吐槽那支影片 我不知道有没有台湾人点进去看 那个是真的文青到你受不了 就是文青的太严重了 那然后这一个就好很多 好很多 就是它的那个文青的味道就有下来 然后就比较的就是有那个国际的感觉 就比较有那种国际大片的感觉了 我给大家放一下 这是蔡英文总统发的 蔡英文总统在里面也有出镜 就是你想怎么样在台湾 从吃早餐开始 早餐店 然后四庙旁边的店 城市生活 跟海边 和海边 浴池 和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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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家吐槽的很严重的是这个 大家吐槽很严重 哦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大家很爱 这个大家很爱 对 夜市 对 这是热炒店 有没有 我跟大家介绍过台湾热炒 这个 夜生活 就是台湾的安全 它其实说的是台湾的安全 你晚上出去跑 都没问题的 对 便利便 对 你看就是跟 外国人最爱的台湾 其中就有一个不是便利便 101 你会怎么样来选择 你看非常漂亮的风景 有 对吧 海景 都有 Time for Taiwan 就是Time for Taiwan 就是说是时候到台湾了 给台湾这个时间 来一点蛋饼跟大冰奶 谢谢 蛋饼跟大冰奶 蔡总统 对 好 很棒 很棒 就是以我个人来讲 我很欣赏 大家总体而言是跑评 然后大家也看下来了 就是 我觉得应该 应该真的是进步很多 进步很多 就完全跟之前的那一个不是一个level 不是一个级别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了 已经 比如说就很多人吐槽的那个瑜伽 感觉有点突兀 但是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很多印度人很爱 那个瑜伽的那个场景 比如说这一位应该就是印度人吧 他说瑜伽在这个video中出现的时间很长 那说更多的印度人应该来 这个 来这个美丽的国家 来访问 所以说其实就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那个瑜伽出现的很突兀 但有些人 比如说印度人就会觉得 哎呀好棒 每个人的这个不一样了 但是总体而言是好评 这个影片太棒了 说 就是你在台湾有太多事情可以做 那 就是你身边的都是最好的人 你在你身边会有最好的人 日本的推友的说法 就是是时候出国旅游了 快来台湾吧 那台湾呢 是非常的安全 也非常的方便 那你可以享受这个景色 这个声音 还有台湾的味道 怎么怎么样 一个很爱台湾的日本人 比如说这应该是个台湾人吧 说非常棒 非常好 台湾人也是蛮好评的 说这个广告很漂亮 很有质感 简洁有力 他说看了 好想吃蛋饼 外国人也是认为那个蛋饼 是经典 蛋饼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择 总体而言 他的那个节奏抓的是很好的 你看到就是每一个细节 他那个节奏实际上进展的是很快的 就是旅游影片 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说 台湾旅游影片很 很就是对 很成问题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的节奏太拖沓 就是他是台湾人的叙事 你知道台湾人叙事喜欢 喜欢拖沓 对 就是迟迟不进入正题那种感觉 对 然后但是这个影片完全没有那个问题 这个影片 他那个节奏非常的漂亮 卡得非常的漂亮 那真的是很棒 就是台湾的观光局 你们突然开窍了 台湾的观光局 你们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 不晓得 是发生什么状况了吗 你们怎么突然这么厉害 节奏抓得非常好 从配乐到台词 到场景的切换 非常漂亮 非常棒 这个也是说我非常喜欢在台湾的那个日子 我一定还要会回来 这肯定是一个外国去过台湾旅游的网友 应该是中国人朋友吧 说民主太可贵了 我觉得这个他其实他是应该说 他的针对的用户群实际上是蛮广泛的 那其实就是无论是就是从来没有来过台湾的人 还是有过在台湾经历的人 其实这个影片他都就是他们都能够足够的卡到他们的需要的点 那譬如说有一个就是 他是台湾人 他就说我哭了 对就看哭了 说我哭了 说我是如此的自豪 那把这个国家称为我的家 我思念在这个影片中 每一个提到的台湾的内容 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台湾人 但是他应该可能有一阵子没回台湾 不知道 反正就是应该是就是很思念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白了就是如果你是个台湾人的话 然后你长期在海外生活 这个影片会让你就是他他他对你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就是他都他说他都哭了嘛 他都哭了 对所以说无论是你是一个新人还是一个老人 无论你是台湾人还是外国人 看这个影片都会有不同的 就是都会觉得蛮可取的 这个也是一个应该是在台湾的一个外国人 那他呢 他提到的意见呢 是说他说他觉得应该再加入一些 宫庙和这个历史文化景点 那取代卡拉OK的部分 那但是我个人觉得卡拉OK的那个部分 可能会很击中就是在海外长期定居的台湾人 就是说就等于说这就是我说他这个 他这个影片他是像多个面向的 譬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台湾出生的一个小朋友 然后离开台湾生活了十几二十年 那这个影片就一定能击中你 就譬如说卡拉OK那个片段 可能对你而言你就突然想到说 哦我小的时候跟好朋友们一起在台湾唱卡拉OK 对就是他大概他应该我觉得他就是想 他的意图是想要覆盖到所有不通的这样的群体 但是呢那对外国人来说很有趣的 就譬如说一些就是宫庙的活动 还有一些历史的景点 那对外国人来说他们很有吸引力 那这个就很遗憾的就是没有抓进去 这一个影片最后结尾的地方 结尾在蛋饼 那证明是台湾观光局越来越聪明了 这个就他们他们就是 就是已经看他是他是第二个人 我看到提起蛋饼的 就蛋饼真的是很聪明 外国人超爱台湾蛋饼的 可能是因为蛋饼有点像西式的早餐 所以他很赞赏以蛋饼结尾的这个计划 他用的英文字是savi 有点像是那个脚侠那一个味道 他不是说智商很聪明 他就有点像是很机智的感觉 他很能挑动外国人的心 就是外国人超爱蛋饼 当然也不是没有批评他 那然后有批评 然后这个Tricky台北这个账号 他对于这个瑜伽就对 蛮有意见的 对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弄个瑜伽进去 然后还有为什么有这个camping 就是那个野营 还有说滑板 他的意思就是说都不够台湾 但是就是我说的他想要取悦的 可能是那些从来没有来过台湾的外国人 而这些东西可能对那些外国人而言有吸引力 然后他说这个关于水 水井拍的不够台湾 这个我也认同 就是他这里面有海边的景色 感觉是随便哪个海边都OK 其实没有拍到只有台湾的那个海景 比如说你看我去过 对面是个很像乌龟的岛的那个地方 就是你应该拍或者是女王头啊之类的 就是你应该拍一个能够让人感觉到 一看就是台湾的那个水井才对 然后他说洗头这个太怪了 但我这个我不同意 我发现外国人讨论洗头讨论的很热烈 可能就是因为他怪大家才讨论 所以说怪也不是缺点嘛 因为就引起热议嘛 然后说为什么展示的吃的东西都很便宜 你为什么不展示大餐应该是想要面向无产阶级 好吧没有想要面向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好吗 但是很好笑的就是美国彭博新闻社台北分社的社长 这位先生他呢就是抓到了这个推文之后 他说他是完完全全的背书这个讯息 就是说彭博社的这位驻台湾的这个社长 他是赞同这个推文所说的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外国人在台湾就回复他说 你知道你想要洗个头 但是你知道你想要洗个头 就是他在推文里面吐槽了那么多事情 但是大家热议的是洗头 大家为什么对洗头这么感兴趣 就是他说这个他对于那个抓头发十分钟 他没有兴趣 但是他说他对这个头发上面弄个恐龙 其实蛮感兴趣的 但是呢那是那个影片制造的一个谎言 那个东西并不存在 你说为什么外国人会对在自己脑袋上 用泡沫弄个恐龙感兴趣呢 这个不是我骗人 是他自己说的 有些人对他的这个说法很不满意 有人说这个恐龙的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按摩这个头和脖子是很棒的 说彭博社需要提升你们的在地的分析 好这个已经是建制彭博社了 对不对 彭博社的在台北分社的社长 你居然胆敢质疑台湾的salon的服务 胆敢质疑说没有恐龙头这回事 胆敢污蔑说这个揉头发 按摩头皮和脖子这个东西不好 那你建制彭博社说 你们彭博社在地的分析需要提升了 你们现在在地的分析不怎么样 很明显你们这是连台湾 这个东西你们都误会 可见得你们彭博社在地的分析不怎么样 然后这位社长非常坚定的说 我会去任何给我一个恐龙头的地方 只要他们不要去按摩我的脑袋和脖子 所以说这是这位彭博社分社 在台北分社社长的愿望 我希望台湾的这个头发从业人员 可以满足这位社长的需求 这位社长说他需要一个恐龙头 但是请不要按摩他的脑袋和脖子 但是我看这位社长的这个照片 大概他这辈子也弄不出来恐龙头吧 但是他弄不出来恐龙头 不是台湾业界从业人员的问题 是这位社长本人他的头发 应该不足以弄出一个恐龙头 那不管怎么说 这就是引起热议的恐龙头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我大概看了一下 影片相关的评价 主要都是好评 我给你们看一看 什么叫做他们想象中的 有标志性的这种台湾的景色 我给你们放一个 这个是他们喜欢的那种感觉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博主 旅游博主 只是说到说 每个人都只是去印尼 或者是泰国 但是What about Taiwan 就是干嘛不来台湾呢 当然我个人觉得 她是个大美女 这个应该有很大帮助了 就是她每一个影片 就是她每一个细节里面 其实都是她在影片的中心 就她是个大美女嘛 然后身材也很好 腿很长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点睛之笔吧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景色应该明确地 能看出来是台湾 比如说这一个也备受好评 是在宜兰的海上拍台湾 就是她从这个小艇往上拉 拉出来拍整个宜兰的这个 这个海上 那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就是应该是形状像乌龟的那个岛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这个海 你要明确地拍出 它是台湾的海 对 你要非常明确地让人知道说 这是只有台湾才有的海 或者是只有台湾才有的山 对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棒 很感动 譬如说台湾的这个 这个山 他说我们能够确认一下吧 台湾的山是多么的美啊 他就是 就是在台湾的这个山的那个小火车 然后小火车 它就非常非常的危险 其实感觉 对吧 这个应该也算是台湾特有的一些东西吧 就是他们希望的是台湾观光局 可以把类似这样的这样的东西拍进旅游影片里面 嗯 因为那真的是只有台湾才有的 而且能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台湾的这种这种景色 你看多漂亮 对 所以其实其实说实话我蛮能理解的 就是好多老外痛骂台湾观光局 真的不是说骂台湾 其实大家真的是觉得台湾这么美 然后你们这些观光局的人是是在干嘛 对 但是真的有进步 这一支影片就跟我之前跟大家讲台湾观光局拍的那一支影片 就差距很大 就这一支影片其实很棒 其实很棒了 但只是它在很多细节的片段的选取上面 应该说就是还有不够完美的地方 对 请继续加油 但是台湾观光局真的很棒了 就是跟它的那个节奏把控的已经非常好 而且就是说它的目标客户的群体 其实覆盖的非常广了 就无论你是出生在台湾 常去定居海外的台湾人 还是真正的外国人 或者偶尔来过一次台湾 那对台湾不够深入的外国人 还是从来没有来过台湾 对台湾一无所知的外国人 我觉得这个影片都还蛮能打动人的 很棒很棒非常优秀了 台湾观光局你们很棒 但是还是请继续加油好吗 说观光局在前不久已经升格为观光署 抱歉我还以为还是观光局 那就是观光署观光署 说人员数跟公务经费有提升 哦太棒了 那观光署请加油 那然后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也要加油好吗 三票民进党 让我们继续的提升台湾的执政品质 好吧